或相關的這些概念 怎麼樣把中文系的 所學的這些知識 跟實用可以結合 這些部分其實也是值得思考 怎麼去實用化 畢竟學了很多 就像說一個人 吃了很多 每天一直吃 就像你們要五年 總共要一百多個學分 吸收了這麼多的知識 吃下去這麼多的知識 但是你有沒有去咀嚼 有沒有消化有沒有吸收 或甚至是你有沒有再創造出 一個其他的東西出來 這個才是重點 否則的話 就像說一個一個 書架一樣 你書一直擺一直擺 那些其實都還是書 不是你的東西 再來是寫作能力 網路行銷 那這一塊實際上 也是目前很需要 這個跟才的一個領域 其實你會發現呢 會寫作的人 在網路行銷 也有很大的優勢 尤其是 你會發現會寫部落格的人 哇那個 每天的流量真的很大 而且有些人 如果習慣性在寫作 你會發現他已經可以累積很大 一個族群的粉絲 粉絲 而且在網路上 你會發現 因為部落格的內容 會吸引人之後呢 他在那個關鍵式搜尋上面 也會得到很大的利益 為什麼 因為他一搜尋馬上就是 排到第一位 很多人會 這個想到一個問題 就像你要行銷某一個 產品的時候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你如何把關鍵制 可以排到 不要說第一頁 前十頁就不容易了 而且如果那個商品 是一個很popular 很普遍的東西的話 你要怎麼樣 可以讓這個商品 排到第一頁 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可以在第一頁顯示的話 那表示說 你這個商品的曝光率 一定會很大 任何東西 你身旁任何東西都一樣 那怎麼去做 這一點其實 你可以去試考看看 就像說呢 我等一下要讓各位找 比如說呢 在網路上 我上個學期 被邀請到那個 南亞科技大學 資工系去做一個演講 然後演講的時候呢 那個 介紹我那位老師 他就 當他一直介紹我的 那個開場就是說 這個吳老師 在網路上 非常的有名 我想說 非常的 這個感覺 對我介紹有沒有 有點過癒了 後來呢 我為了要證明說 他的這個 他的話 不講 於是我就跟 所有在場的那個學生講說 其實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名 不過呢 你們可以試試看 在Google搜尋一下 Google我想應該作弊很難 而且Google是非常討厭人家作弊的 如果你作弊的話 就會被列入黑名單 比如說你想說 我今天假如 我今天在賣某個東西 賣冷氣機好了 那我希望我冷氣機的這個關鍵 就可以出現了 那我就一直點 我的網頁 我跟你講你跟我點一直點 你一直 同一個IP 或者同一個網頁裡面一直點的話 你抱歉你 隔一陣子之後你會發現 在網路上 永遠都搜尋不到你的網頁 因為Google知道你在作弊 那要怎麼樣可以提到這個排名 其實有很多方法 但回歸回來 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就是內容 因為你的網頁要 內容要做豐富的話 自然而然就可以吸引人家的這個注意 而且會很喜歡經常去拜訪你的網站 在你的網站上 可以得到很多的東西 那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在Google上面 如果一個關鍵之後後來 我想說不如就把這個關鍵鎖定 變成說是我的一個 一個一個balance 就是我一個品牌 那這個品牌 就是因為我姓吳 那大部分人家都稱我吳老師 那全世界叫吳老師的 恐怕 恐怕應該有幾萬 幾十萬 甚至上百萬都有可能 那你在網路上搜尋 你可以搜尋吳老師 這三個關鍵字 試試看 你如果搜尋之後 前一陣子還排在第一集 不過現在我最近看了一下 它已經排到第一名 然後你會發現搜尋的 總出現次 總網頁這個數好像 總網頁數是 比如說你們可以在這邊 搜尋吳老師 三個字 總共會有 100 16萬 南亞的結果 那我的網頁 我的一個部落格 就出現在第一個 這個應該沒辦法做假 對不對 你們可以試試看 這不是我 我去跟Google買廣告 或者是做任何的 這個手段 不過呢 它就出現在第一個 那這樣我 我是可以接到剛剛的那個 就是說那個南亞科技術學院的那個 那個老師介紹我之後 說我在網路上非常的有 我想應該可以做一個驗證 那我的這個文章裡面 實際上都寫得非常的簡單 也不是說很複雜的東西 但是我做了一件事情 也是一種嘗試 就是說呢 我在大概四年前吧 四五年前就開始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只要我有上課 我就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上課的全程 做錄音錄影 做完錄音錄影之後呢 我會去做一件事情 我會去做剪輯 透視 上傳到YouTube上面 並且撰寫每一次上課的 教學部落格 然後寫一些心得 這個事情喔 我是持之以恆的在做 而且連續做了 至少三年四年的時間 那這些事情喔 做了這麼多事情喔 剛開始喔 還會覺得有點 自己是不是有點像傻瓜一樣 有點像魚公銀山一樣 這到底做這些事 你有什麼意義 可是呢 等到我的YouTube影片 累積到 現在應該超過三千個 教學影片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哇 這一個力量喔 就不容小覷了 為什麼 因為到處都看到 怎麼都是吳老師的 教學影片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這實在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 好像 像說有些人喔 曾經 在網路上一直聽到我的聲音 因為我沒有把我的那個 我的人 錄下去 我只有錄那個 螢幕的部分 超過的畫面 那他聽我的聲音 有一次他剛好遇到我 他說 我覺得你的聲音很熟悉耶 好像在哪裡曾經聽過 後來他回想 喔 原來是在網路上 因為他剛好 常常常在上我的課 而不是在實際上的那個 這個實體的教室裡面 而是在網路上面 諸如此類的 像前一陣也有一個 加拿大的一個工程師 他也寫了 一個工程師 跟我講說 他說我放的這些東西 對他來說非常有幫助 因為我放的這些影片 讓他學會那個 學會的像 AutoKey這樣的軟體 然後AutoKey的這種軟體呢 對一般來說是技能 不過我在教學上面 盡量融入了一些不一樣的感覺 上起來又有不一樣的味道 那這裡的話 等一下你們可以搜尋看 另外你可以點進去 裡面的話就會有一個 是有關於我們這個課程的一個連結 這是我今天才放上去的 就在那個左上角 有一個叫文獻 文獻數位化 與編輯應用 那點進去之後呢 這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簡報 這個簡報 就是我現在公放的簡報 那我用的也都是Google 所有的免費的服務 Google 其實Google免費服務 我想在這方面 我應該 他用的非常徹底 為什麼 因為他的Google Google的 Google的像文件 Google的像 YouTube也是Google的 或者Gmail啦 或者等等 等等等等 基本上已經都被我徹底的使用 甚至我現在隨身帶著手機 也是Google的手機 隨時要到哪裡 也都可以查到 我放在網路上面 任何的一切訊息 甚至我剛剛來的時候 我還不忘了在Facebook上面 Facebook上面呢 最近多了一個新的功能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用到 就是那個打卡的功能 打卡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這個訊息 所以打卡就是說 那他的名字叫地標 也就是說